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会是什么浓浓的猪药啊 怎么感觉跟炖药膳似的呢 难道我就是药膳里面的猪肉 夏雅诺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雷到了 过了一会儿 莫双双来敲门 将那个药水拿了过来 夏雅诺接过 和她说了一声谢谢 随后便拿着药水进入到浴室内 洗了把脸 将药水摇了一摇 之后打开了瓶盖 用棉花签沾上 擦在脸上 擦完之后 最先擦着的地方就已经干了 流下了一层白色的粉末 差点要以为这是珍珠粉了 夏雅诺将药给宁颈 之后才走出了浴室 某位黑帮大佬在看见她满脸白色的粉末时 启动了懵懂模式 谁能告诉她 她的小娇气又在搞什么鬼啊 上次是那个什么黑里透白冻膜 擦得满脸黑不溜秋的 现在又是什么鬼 面粉 这要很好玩吗 这是药水擦了之后便干留下的粉末 顾紫琛这才想起来 她过敏才刚刚好 所以说还得擦一次免得再复发 算了 反正她也不懂这些 睡前 两个人洗完澡之后 便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夏雅诺只能正面朝上躺着 免得将自己的面颊上的粉擦在了枕头上 今天早上起来 竟然没有将磨双双床头的枕头给沾上粉 真是奇迹啊 次日早晨 夏雅诺起来时 第一时间看了看枕头 在见到自己没有弄脏枕头时 松了口气 她走到浴室内 将脸上的粉末擦去 之后刷牙 抹上面霜 臭美地对着镜子看了许久 这才走出浴室 顾紫琛已经穿好了衣服 正要下楼去吃早餐 夏雅诺本来想穿着睡衣直接下去吃的 某位黑帮大佬却在此时拿出她的衣服 那 换上之后再下去 夏雅诺不明所以 却还是听话地换上了裙子之后才下去 吃早饭的时候很安静 只不过吃完之后 就听见莫双双说 嫂子 今晚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 夏雅诺看向莫双双 见她笑得极其暧昧 有些不解 随后想了想 嗯 知道 枕秀都和她说了 要欲嘛 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应该是担心她的身体会出问题 所以才会安排的吧 她只需要乖乖地听话 好好地洗一个澡就行了 莫双双低头 笑得很欢 原来嫂子知道啊 那竟然还这么淡定 没有脸红 真是稀奇了 就她目前的几天观察过来 嫂子应该是很容易害羞才是 顾子春听了夏雅诺的话 眼神怪异地看了她一眼 突然之间 很期待今晚的到来 完全不知道今天晚上 会被狠狠吃豆腐的夏雅诺 在某位黑帮大佬出门之后 就被莫双双拉去吃口红的颜色了 莫双双将她知晓了几个 不错的口红牌子内的 所有色号都给买了 她很兴奋地拉着夏雅诺坐下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颜色 都应该很适合你才是 夏雅诺眼尖地看见了 有几只口红上贴着的颜色 纸条是紫色的 当下就纠结了 这紫色的 我招架不住了 莫双双随手 就拿起了一根紫色的口红 打开看看 没事 可以拿来当眼影 直接用啊 那森红的剑也省了 夏雅诺伸出手 莫双双就将口红擦在她手上 夏雅诺全身的肤色都比较白 手和脸的肤色相差也不大 这样很好试色 本来夏雅诺 是想要直接在嘴唇上面试颜色的 可是考虑到 这里的口红数量太多了 一支一支的来 光是擦掉口红 嘴唇都要肿了 莫双双一种种颜色看过来 夏雅诺的肤色 除了个别比较疯狂一些 适合特殊派对用的颜色 其他的都很合适 那就这几支 拿来擦嘴唇好了 对了嫂子 我们今天五点开饭 七点之后的时间 你就得空出来了 要早点开始做准备 莫双双笑得满脸春风 夏雅诺没有察觉到丝毫的不对劲 只以为药玉需要泡很久 便点了点头 嗯 好 反正我晚上也没什么事情的 看着夏雅诺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之后 莫双双赶紧打了电话去给宫暖暖 我觉得好不对劲啊 嫂子明明脸皮很薄 很容易害羞的 怎么我今天一直跟她暗示晚上的事情 她都很淡定的样子 就算是心理准备做好了 也不会一下子脸皮就变厚了吧 电话那头的公暖暖 躺在床上看着漫画书 当然不会 我只跟她说晚上要泡药浴 没说其他的 哎 你可别提前说漏嘴啊 我怕她会逃 到时候老大倒嘴边的肉就要飞了 宫暖暖此刻 正在阿和的主卧内 霸占着她的床 手机在一边充电 她从昨天到现在 手机要充电的时候 就来站阿和的床 充满电了 再回去赐我 亲爱的小耳朵们 我是零点零一 在剧中饰演 印其合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零声俱访 精情之作 第七十二集 阿和在一边看着 也是无奈 宫暖暖穿着她的衬衫 真的就只是 一件衬衫而已 什么女孩 在穿男人的衬衫 能够拿来当裙子 刚好遮住臀部 在宫暖暖身上 根本不可能 阿和的衬衫 穿在她身上 臀部根本遮不完整 里面的底裤 就这么大咧咧地露出来 枕袖同学 根本就不去管 依旧看着漫画聊天 你真是神助攻啊 等晚上 嫂子知道要做些什么 相信我 她肯定会想 我们为什么 都不说清楚的 哎呀 没事没事 反正她们是夫妻嘛 这老早就应该开车了 老大拿了驾照 那么多年了 都是老司机了 这不开车 都说不过去呀 阿和在一边 听得很纠结 你说的两个司机 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吧 今天中午 顾子琛没有回来吃午饭 夏阿诺感觉有些奇怪 她和莫双双两人 吃完了午饭之后 莫双双便说 嫂子呀 晚上你可能要晚点睡觉 你趁着现在 先睡一会儿吧 嗯 好的 夏阿诺点点头 赶紧上楼睡觉 夏小猪天真的以为 所谓的晚点睡觉 可能是今天晚上 泡药浴的时间比较久 夏小猪有些纠结 那是不是表示 她今天可能会泡澡 泡到皮肤皱起来 莫双双看着她 毫不怀疑地走上楼去 瞬间就是无嘴偷笑 忍不住地发了条短信 给龚暖暖共享一下 这边的阿和和龚暖暖 才吃了午饭 阿和看着她在前面走着 那双大长腿 要多抢眼有多抢眼 忍不住吞吞口水 心中有些羡慕 极度恨自家老大 她将龚暖暖 留在自己家了 可是龚暖暖晚上睡在自我 白天除了吃饭 就手机没电了 要充电的时候 才会在她的房间内 可是 都是管自己玩手机看漫画 就连传说中的半夜三更 想上厕所来敲门都没有 昨天她还特意地脱光了睡觉 被子只盖了一点 就等着她来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点什么 结果 等了一个晚上 她都没有过来 阿和还失眠了 这阿和就很不开心了 她站着 就这么看着龚暖暖 在自己面前走来走去 哎呀 你说这人有没有一点 底裤露出来的自觉啊 能不能回到 次我乖乖地待着 这样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勾引她 这是做什么呢 阿和抬头 突然之间觉得 自己要她住下来是错的 她肯定是故意的 绝对是 阿和赶紧去群内 开始聊天 好凄惨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再忍下去 就不是男人了 怎么了 枕袖没穿衣服 勾引你了 阿和嘴角狠狠地一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绝对不会忍的 直接就扑上去了 没有 她穿着我的衬衫 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 传说中穿着男人的衬衫 会激发保护欲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应该会出现在 枕袖身上 毕竟她个子高 对的 可是她下面没穿裙子 也没穿裤子 哎呀我去 这是什么画面啊 此处省略一万字 请自行脑补 是男人就不能忍 今天初一了 你懂的 绝对不能忍 因为今天是初一啊 是啊 今天 今天是初一 老大估计要吃肉了 那我呢 顾紫琛回来的时候 正好开始晚餐 今天按照莫双双的要求 庸人特地炖了汤 但是 只有顾紫琛能喝 夏雅诺疑惑 为什么她不能喝 莫双双说 那是给黑帮大佬用来补身体的 夏雅诺什么也不知道 只以为 那是能让顾紫琛肩膀上的 快点好的药膳 吃完了晚饭 休息到了七点 莫双双带着夏雅诺去了二楼走廊 镜头的房间 打开门的那一刻 便是巨大的浴池 上面飘着淡淡的玫瑰花 扑面而来的 还是玫瑰花的香气 不是说是药芽吗 怎么没有药的气味 很有花香 这个药芽是花瓣组成的 效果特别好 莫双双笑着 将她推了进去 仨子你先洗 我去拿个衣服 等一下 我们一起洗 聊聊天 免得你一个人泡澡太久了 会无聊 夏雅诺点了点头 门关上之后 她便盘起了自己的头发 脱下身上的衣服 进入浴池之中 水温正好 她背对着门 坐下 靠着 身后 敲门声响了起来 她以为是莫双双 拿了衣服回来了 请进 门被打开 夏雅诺没有看身后 这水好香啊 快来一起洗澡吧 夏雅诺根本就没有 转过身去 自然也不会知晓 开门进来的 根本就不是莫双双 而是某位黑帮大佬 顾紫琛站在门口 开门进来 看到她已经在洗澡时 本来正打算后退 关上门离开的 却在这个时候 听见自己小娇妻 邀请自己一起洗的话 这个 嗯 她是要进去呢 还是进去呢 还是进去呢 嗯 当然是要进去了 于是乎 某位黑帮大佬 走了进来 关上了门 脱下鞋子和袜子 之后一边走 一边脱下西装 外套扔在地上 再解开领带 扔在地上 之后 开始解开 自己的衬衫扭扣 脱下衬衫 夏雅诺闭上眼睛 泡澡舒适 却感觉有些奇怪 怎么磨双双 脱个衣服 那么慢啊 她今天不是 T恤衫 牛仔短裤吗 顾子称 将衬衫也脱掉 随后 便解开了皮带 拉链一拉 脱下了西装裤 我是顾沫宇的演播者 大空DK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儒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铃声巨访 倾情之作 第七十三集 夏雅诺也就在这个时候 转过身来 想问莫双双 怎么脱个衣服这么慢 然而 再转过身来 看到某位黑帮大佬 竟然脱下了身上 最后一件 光溜溜地站在他面前时 他实话了 玉池镶嵌在地面之中 他站得高 夏雅诺稍微地抬起头 这个角度 正好看见 夏雅诺大叫 猛地转过身来 遮住自己的眼睛 脸上迅速地染上了红韵 还朝着耳朵去了 他的小心脏跳动的速度 正在不断地加快当中 此刻大脑似乎是一片浆糊 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进来的不应该是磨双双吗 怎么就变成了顾紫琛呢 这他妈究竟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顾紫琛不理会他大将 直接走进了浴池之中 你 夏诺赶紧双手抱胸 警戒地看着他 你怎么进来的 我还在洗澡呢 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顾紫琛看着他 面容淡定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此刻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狠狠地吃掉夏雅诺 夏雅诺脸红 看着他 我 我 我以为是双双呢 毕竟双双说 要拿了衣服和他过来一起泡的 他就很自然地以为 是莫双双拿了换洗的衣服之后过来了 谁还会转过身去啊 哦 是他叫我过来的 为了保持自己在小娇七星中正派的形象 某位黑帮大佬 很淡定地出卖了自家猪雀 嗯 他以为自己过来 看见的应该是夏小猪正在脱衣服的画面 谁知道 是他已经在泡澡的画面 而且还邀请了自己 顾紫琛从来就不是笨蛋 从莫双双叫他来这个房间 他就知道 肯定是他和展秀 在为他今天晚上的福利着想 嗯 这样的手下 不加奖金不行 明天就去给他们俩加奖金 夏娜诺好忧伤啊 我这是被莫双双给骗了吗 好像是 嗯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好你个莫双双 夏娜诺转过身去 想朝角落那边挪去 却听顾紫琛说 就坐在这里 不准走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不被你看光了 也把你看光了 你个暴露狂 夏娜诺默默地纠结当中 正想拿过自己的衣服 说自己洗好了的时候 顾紫琛伸出手 自他身后搂住他 你早上不是表现得很淡然 现在怎么开始紧张了 毫无意料的阻碍 直接就如此肌肤与肌肤的相贴 这绝对是第一次 夏娜诺感觉 自己心跳的速度特别的快 脑子都有些凌乱了 思考了很久 才思考出他这话的意思 我 我 诊秀只和我说 晚上要浴 双双说 让我下午午睡 晚上可能会比较晚睡 难不成 他们俩和我说话 都只说了一半 说要浴 没说是和顾紫琛一起 说晚上睡得比较晚 不是因为泡澡所以晚 而是因为 脑子里一堆的黄色肺料画面出现 夏小猪感觉自己的脸都快变成烤猪脸了 一定会红是不是 一定很烫对不对 好可怕 墨双双双双和公暖暖都是坏人 顾紫琛的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 所以说 你不知道 今天晚上 你需要做些什么吗 夏娜吞吞口水 之前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可是现在 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猜出来 他今天晚上究竟是要做什么了 可是 就是因为知道 他更是害怕了 他 他 他长这么大 就和一个当哥哥的男人 谈过三天恋爱 没亲过 没抱过 没摸过的 一直等到遇到了顾紫琛 被他亲了 脱了衣服 看光光了 如今 哎呀 不行 不能想这么不纯洁的事情 说不定 其实不是我想的那样的 我 我 我不知道 夏娜诺前所未有的紧张 就是他中考高考都没有那么紧张过 不知为何 他有一种 今天晚上自己要完蛋了的感觉 事实证明 夏娜诺这种感觉是没有错的 因为 顾紫琛抵在他肩膀上的下巴离开 嘴唇凑到他耳边 你该履行 你身为总裁夫人的职责了 夏娜诺只觉得 浑身都是痒痒的 真的就是他想的那样啊 啊 可恶啊 他酝酿了许久 我 我可以申请再给几天 做个心理 心理准备吗 不可以 必须今天 因为今天是初一啊 顾紫琛一把抱起他 夏娜诺被吓了一跳 赶紧用手尽量遮住自己的身体 顾紫琛抱着他走出浴池 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开一个门 顾紫琛抱着他 没有哪只手用来开门 嗯 他俩现在都光着身体呢 要这样走出去 那不是被人给看光光了吗 今天晚上没有人回上二楼 所有二楼监控都挺晕了 夏娜脸红 我 我不可以 他还要遮住自己的身体呢 顾紫琛只能艰难地开门 之后抱着他回到原来的房间 再开了门 进去之后用脚关上 随后朝着大床走去 夏娜诺好害怕 想要逃离 却被顾紫琛放在了床上 随后 他便压了过来 他捧住他的脸 稳住他 夏娜诺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升温 其实 他并不讨厌顾紫琛的触碰 只不过 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一点 也是剧中蓝油梨的演播者 大家记得多多订阅支持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消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聚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巨坊 清情之作 第七十四集 夏娜轻轻地推着他 将头转向一边 有些尴尬 你别这样 我现在很不舒服 顾紫琛硬是将他的脸给转了回来 我过敏现在很严重 很需要你 你哪里有过敏的样子 夏娜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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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喝起来了呢 难不成是吃错药了 还是说今天忘了吃药了 今天过敏真的很严重 每个月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会发作 诊秀那里的药没有了 只要你了 你的镇定箱才行 不然 我可能会死的 顾紫辰继续低头吻她 她是不会告诉她 之所以诊秀那里没有药 是因为她没让阿和去拿 已经有老婆了 要药有什么用啊 所以今后都不需要吃药了 也不能让小娇琪知道 不是没有药 而是她自己不要 夏洋诺发现 顾紫辰身体的温度渐渐地开始降低 面色也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模样 平时瞧她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 现在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好柔弱的样子啊 好像真是不舒服啊 难不成 他们俩真的要 就在夏小猪害怕期间 突然 她动大了双眼 红着脸推开她 我 我不方便 我大姨妈来了 顾紫辰清醒 她今晚要怎么过啊 像半个月之前那样抱着她昏睡吗 夏洋诺从浴室内出来时 顾紫辰脸色比之前更加难看了一些 她一只手按住额头 一只手搭在墙壁上 我现在有些头晕眼花 非常的不舒服 夏洋诺红着脸 赶紧关上门 大声说 可 可是人家不方便 哼 就算你现在头晕眼花 也不能改变什么 顾紫辰靠在旁边的墙壁上 只感觉脑袋内部一阵阵的抽痛 不只是如此 身体的疼痛 也开始慢慢地加深 本来都计划好了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发情况呢 昨天诊秀发来消息给她 说是她如果能在毒发这一天 和她的小娇妻圆房 能很好地缓解身上的毒 至少 平时走到女性多一些的地方 不会有丝毫不适 和其他女人接触 只要不是太长时间 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毒发状况 常年来的境遇 她倒不是想去接触其他女人 可重点在于 就连她自己的手下 都有好几个女人呢 GK的工作 向来都是分方面管理的 她负责GK总部内部事宜 最小程度接触女性 安逍遥负责表面生意 还有一位 则是负责黑暗方面的交易 除非有年假 才会稍微交接一下 对外的生意 无论是表面还是暗地的 和女性接触的可能性都太大 所以她是不可能去管的 因此另外两位轮流着年假 就她是一个整年没有假期的 她一直以来都是工作狂 以前也无所谓有没有年假 可是如今已经有了老婆 如果还一天到晚的工作 以后岂不是没有时间陪夏亚诺了 她想将自己的毒克制一下 这样也好 以后请年假陪着小娇 其去杜蜜月啊 顾子称无脸 等浴室内的夏亚诺贴好了姨妈精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遮住胸前 她猛地伸出手将她拉了过来 直接换了位置 让她背靠在墙上 她的手放在她耳朵边 避免她要逃离 就这么看着 我快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夏亚诺满脸地懵逼 什么鬼 没穿衣服全裸玩壁咚 这是新的壁咚形式吗 夏小猪双手抱胸 遮住胸前 下面她穿着一条小裤裤 也就不需要遮了 某位黑帮大佬 此刻的眼神特别地可怕 直勾勾地盯着她 似乎要将她吞了一半 是的 她刚才就是想要吃了自己 只不过 她此刻有大姨妈护体 她不怕 夏亚诺抬头 看着顾紫辰 想了想 你怎么了 要冲锋了吗 像QQ表情包那个表情 我要空计不就我计计了 那个很可爱的黄色的小狗 顾紫辰一下子就想到了莫双双惩罚的那个表情包 她觉得自己长相和那个黄色的狗特别地有违和感 不明白为何 小娇妻会将她和那个表情联系在了一起 为何她的小娇妻的思绪飞跃得那么快 她低头 直接去吻了夏亚诺 她控制不住的 是体内的毒 不是要抽风了 现在浑身难受 感觉自己快要炸了 再不靠近她 她怀疑自己马上就要晕过去了 因为贴近了距离 夏亚诺遮住胸前的双手碰到了她的胸 她本来正在任由某位黑帮大佬继续亲吻着 突然之间 手指往上戳了戳某位黑帮大佬的胸 哇 触感很好 很喜欢竹木破 那当然就是多戳几下了 于是乎 夏小猪一边被她亲着 一边时不时地戳一下她的胸肌 顾子称微微皱眉 都这种时候了 她竟然还有心思戳她 夏亚诺完全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当中 继续努力地戳 感觉要戳上瘾了 顾子称的手不再是放在她耳朵两边 而是搂住了她 随后直接将她一把抱了起来 我是飞希兰的演播者 林英漫漫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消如若远柔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聚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灵声巨坊 倾情之作 第七十五集 夏雅诺慌了 我 我不方便 嗯 我知道 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亲亲你 不会做其他事情的 只是亲她 而已 天真的夏小猪同学 就这么相信了 只不过玩亲亲而已 她可以接受 这个不需要心理准备 事实证明 某位黑帮大佬的亲亲 绝对和她想的 有很大的出入 第二天早上 夏雅诺迷迷糊糊的醒来时 只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动了一下 感觉 好舒服 嗯 就是好舒服 为什么会好舒服呢 她坐起身来 一下子便察觉到 自己身上的不对劲 没穿衣服 她可没有裸顺的习惯啊 夏雅诺的脑子里 立刻就浮现出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她以为顾紫辰 就是要亲她 结果那个家伙 昨天晚上 一直在舔她 她抱着她 将她从头舔到尾 顾紫辰 你太邪恶了 太猥琐了 太色情了 某位已经起床了的黑帮大佬 正在浴室内准备 脸上很是满足 虽然没有吃掉 她的小娇妻 但是 她昨晚吃了不少豆腐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相信要不了多久 她就能吃掉它了 夏雅诺才套上了衣服 顾紫辰自浴室内出来 她看着夏雅诺 下去吃早饭吧 这时候 敲门声传来 莫双双打开门 老大 嫂子 早饭好了 虽然是说着这话 但是莫双双的视线 直接就是朝着大床而去的 夏雅诺起身时 直接就将被子给叠好了 床上有血迹 莫双双瞬间就笑得满领暧昧 嫂子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呀 我给你端上来 昨晚是不是很累呀 现在是不是两腿发软 还很痛 暖暖昨天晚上就给了我药膏了 我帮你擦 不不不不 老大帮你擦 可以迅速去肿的 夏雅诺脸红了 我们什么都还没做 那是姨妈的血 顾子晨原本的好心情 因为莫双双的这番话 烟消云散了 这他们哪里是第一次落红啊 是夏小珠的大姨妈血啊 能不能不要想得那么污 她昨天只是吃了豆腐 没有吃到老婆 某位黑帮大佬很忧伤 眯起双眼 瞬间就启动了高冷模式 莫双双不懂 自己说话哪里得罪了自家老大 不明所以地看着顾子晨 老大不应该是吃到了肉 心情很好的吗 怎么还启动了高冷模式了 这不科学啊 敬遇这么久的男人 好不容易吃了顿大餐 应该是非常高兴的 准备给手下狂加工资和奖金才是 莫双双尴尬地笑着 当我刚才的话没说哦 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说错话了 但是他知晓一旦顾子晨启动了高冷模式 能避则避 夏诺纠结地看着莫双双离开 随后他进入浴室洗漱 再下去一起吃早饭 莫双双发现 夏小猪下楼的姿势 很正常 难不成 老大那方面的功能 二十九年没用 如今 已经不能用了 不会吧 某位朱雀同学 以为自己知道了不得了的秘密 心想着 晚点要去和诊秀探讨探讨这个事情 看看那方面他能不能治 顾子晨此刻的心情 是非常郁闷的 看了一眼夏雅诺 心想着 等半个月之后 他差不多就可以开洞 吃了他小娇气了 再忍下去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 绝对会出现什么毛病的 夏雅诺低着头吃完了早饭 等顾子晨出门之后 他就被莫双双拉着问 嫂子呀 你和老大 昨晚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难不成没有 那个那个嘛 莫双双又是好奇又是兴奋地看着夏雅诺 她和诊秀都已经创造了这么大的一个机会了 没理由到现在都什么还没有做呀 那样就太不正常了 夏雅诺脸红 我 我昨天晚上 大姨妈来了 难怪老大吃饭的时候 会因为我的话启动高冷模式了 这他妈到现在都还没吃到呢 这么凑巧的 就在昨天晚上来了姨妈 老大这个人品啊 也是有待考究啊 夏雅诺红着脸 自己都是很尴尬 他本来是想着 要是真的不能拒绝 那就算了 反正他也知晓 自己是有点喜欢顾子称的 虽说还不深 但也是喜欢 尤其是顾子称为了他 子弹擦肩而过 即使莫双双和龚暖暖都说不严重 他也是很担忧的 莫双双看着夏雅诺 嫂子呀 老大的年纪都这么大了 你们可得抓紧一点呀 夏雅诺很不好意思点点头 敷衍一下先 等夏雅诺上楼去之后 莫双双拿出手机 直接打了电话去给龚暖暖 阿暖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嫂子昨晚关键时刻 竟然来了大姨妈 千算万算 就是漏了大姨妈护体这一招啊 电话那头的龚暖暖 正趴在床上 听到这个 瞬间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什么 这么凑巧来姨妈了 哎呀 老大这究竟是什么人品啊 是不是常年扣我们奖金次数太多了 老天爷都觉得 应该好好惩罚一下老大了 嗯 我觉得 你说的话非常的有道理 肯定是因为他经常扣奖金的缘故 那以后 逍遥老大肯定也是这样的 这下一次就得等半个月后了 龚暖暖转过身来 成大字形躺在床上 半个月后就半个月后吧 时间也不算晚 至少下一次他病发 可以缓解不少了 哎 我是不是应该研制一款女性专用药 方便老大下一次狠狠地吃掉下小猪 我是凌空无言 也是陆玉婷 别忘了订阅收听 给我们点赞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铃声巨访 倾情之作 第七十六集 公暖暖非常开心 有人支持自己的研究 挂了电话之后 阿和说 你的手机都充电一个半小时了 是不是充满了 号称充电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的手机 阿和自己也是这款 就是颜色和公暖暖的 不相同而已 他自然是知道的 这款手机充电 一个小时不到 就可以充满了 公暖暖一看 的确是充电完成了 拔下了充电器 拿起手机走人 喂 中午 我想吃面条 面 条 阿和纠结 这里附近没有面馆啊 但是为了公暖暖的胃 阿和很淡定的出去买面 中午的时候 他一个大老爷们 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煮面 将面放下去 调料什么的弄好 差不多熟了 就把面捞上来 然后端上桌 他对公暖暖说 我第一次煮面 尝尝好吃吧 公暖暖看着面前这碗面 随后抬起头 你确定你就给我吃这个 面前的试面没错 看着也不是清水面 闻着也很香 但是 这他们不是方便面吗 买两包方便面煮一下 放了调料就行了 我也会 阿和一点也不尴尬 好歹是我第一次下厨 有这水瓶就不错了 以前踏实方便面 那都是直接开水泡一下的 如今可是用煮的 他亲手煮的面啊 公暖暖纠结 但也只能勉强将就着吃 怎么样 味道好吗 阿和期待地看着他 好 那么调味料都给你准备好了 加了开水烧了 然后捞上来就行了 能岔到哪里去啊 真那么难吃 人家康师傅 会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泡它吗 哼 阿和松了口气 然后低头吃面 公暖暖将面吃完了之后 哎 晚上呢 我想出去吃 一直待在你家里 好无聊啊 我们出去逛逛吧 好 阿和的脑子里 开始搜索自己最近百度一下的追女孩的方式 什么烛光晚餐 送玫瑰花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在今晚派上用场了 哎呀 老大将他这个月的奖金都给扣了 才拿了工资 然后就是以前的存款了 这几天 他和老大请了假 暂时不当司机 有公司内部的事情再赶过去 看来 得找一个外快做做了 不然 他赚的钱 要比整袖少了 工暖暖 是自己的衣服 跟阿和的衣服轮流着替换 今天他穿回了自己的衣服 他基本上 都是背心夹短裤或者是短裙 天气冷的时候来个外套 这一次 穿的是浅灰色的针织圆领背心 肩膀部位 还有两个小蝴蝶结 下身是白色的短裙 阿和一直以来都觉得 工暖暖不止是长得比实际年龄小 就连穿着 只要他不穿上高跟鞋 说他十六七岁也有人相信 所以 他就特别喜欢穿高跟鞋 那是唯一能告诉别人 他不是高中生的地方 当他穿上了细高跟鞋 阿和就表示很有压力了 本来就一米七五了 穿上高跟鞋 跟自己差不多高了 阿和穿好了鞋子 看着他 无奈地叹了口气 要不我们逛逛商场 买几双不那么高的鞋子 他表示很有压力 不行 我呢 就是喜欢穿高跟鞋 工暖暖笑着说 不然他这穿衣风格 别人以为他是高中生 那可怎么是好啊 两人上了车 先是去买了电影票看电影 一直看到六点 之后去了已经订了位置的 西餐厅吃饭 坐在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点完了餐 阿和说 阿暖 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件事情 他的声音不大 就是隔壁桌 也不可能会听见他说什么 但是 工暖暖距离近 听力又好 自然是可以很清楚地听见的 工暖暖挑眉 嗯 什么事啊 如果我就找现在这样 你会和我在一起吗 工暖暖盯着他此刻的脸看了很久 盯得阿和非常的紧张 他迫切地想要得到这个答案 工暖暖的性子 他一直以来都周末不透 认识也快一年了 其实在这之前 阿和一直以来都是以顾子琛的司机为表面身份 而工暖暖 则是暗地里调制抑制他毒发的药 平时让人去送给顾子琛的 一直到十多个月前 朱敏儿纠缠顾子琛 害得顾子琛毒发 那天正好是初一 顾子琛每到初一十五的晚上 身体内的毒就会迅速地发作 而那一天 就是那个时间 因为朱敏儿的缘故 大白天的顾子琛身上的毒就迅速地发作起来 偏偏要还在GK总部 阿和只能打电话通知安逍遥 然后将顾子琛带回了城堡内 待他将顾子琛带回城堡之后 工暖暖赶到 他承认 自己看见工暖暖的那一刻 第一眼 只注意到了他的腿 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会看一个女孩子看愣住 可是那一次 他的确是看愣住了 他在见到工暖暖之后最初十分钟 没有去注意他的长相 只是在盯着他的腿看 一直在工暖暖毫不客气检查完顾子琛的身体 硬是给他塞下了抑制毒药的药 这才回过神来 工暖暖很喜欢旅游 每年都会定期出国旅游 也经常会在国内旅游 还特别喜欢开跑车 研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自他第一次见到工暖暖之后 就有心注意 直到从阿全那边得知了他的信息 我是莫双双的演播者 灵石弥子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零声巨访 精情之作 第七十七集 枕秀 从二十八星秀内来说 属于朱雀管下 也就是莫双双的直接手下 集开总部 总管一共有三位老大 在这之下 还有掌管四个部门的人 掌管信息部门的白虎阿全 掌管财务部门的玄武阿科 掌管混合部门的青龙阿珍 以及掌管暗杀部门的朱雀双双 而被归为暗杀部门的诊秀 要说他在组织内部的职务 是研制医药 关键时刻 救组织内的人的性命 倒不如说 他真正的任务 是直接将目标堵死 龚暖暖 阿和从来不敢小看 即使 他目前还没有亲眼见过他使用毒 龚暖暖想了很久 我这个人嘛 一直以来都对颜值要求特别高的 如果是你现在的长相 我想啊 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这真他们是个看脸的社会啊 你要不要这么诚实 好歹说句好听的吧 阿和无脸 不想多说什么了 可是龚暖暖却不打算放过他 哎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把你脸上的东西撕下来呢 你这样贴着不难受吗 对皮肤的呼吸不太好吧 快拿了 让我欣赏欣赏 你不觉得男人长得太帅会照风影蝶吗 你不觉得我这样的长相会更有安全感吗 你不觉得我这样隐藏自己的样貌 那是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吗 要想有安全感 不招风影蝶 很容易啊 出门在外贴着 回家撕掉 只是给我一个人看不行吗 龚暖暖挑眉 对于最后那个什么不在乎世俗眼光 已经不想再多说啥了 你那么溜溜的 怎么不见你去当和尚呢 阿赫摸着自己的脸 微微皱眉 我觉得 我还是贴着这个 要是这样你能喜欢上我 那才是真心喜欢我 龚暖暖看着他 沉默几秒之后 那 你就慢慢努力吧 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指他现在的这张脸 想要追到他 可能会比较难吗 当桌子上摆上了 他们点的食物 两个人都安静地吃着 龚暖暖一边吃 一边注意阿和的表情 一直到吃完之后 买完单 阿和硬是要拉着他去 买平底鞋 龚暖暖不肯 阿和便拉着他去了商场 这里有些商场 晚上还是营业的 被阿和拉着 硬是买了一双平底鞋 龚暖暖打死都不想 穿这个出门 他觉得自己这一身打扮 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小孩子呀 可是他已经二十一了呀 龚暖暖只是觉得忧伤 随后阿和又拉着他去买衣服 他只有一身衣服在 太不方便 穿的睡衣还是阿和的 所以连带着睡衣也一起给买了 龚暖暖在买完衣服之后 问阿和 这些都是你送我的吧 不用我出钱 对吗 对啊 反正也不是什么限量版的名牌之类的 花不了多少钱 龚暖暖盯着阿和手中的购物袋 陷入到了思考当中 怎么了 阿和问 难不成 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些啊 我觉得吧 有句话说得好 男人送女人衣服 都是用来脱的 该不会 你是打算我穿上之后 你来动手脱掉吧 龚暖暖怀疑地看着他 阿和咬牙 耳根子都红透了 就算我想脱 你肯让我动手帮你脱 那得看你 肯不肯撕下脸上的东西了 如果你撕下 说不定 你就脱成功了呢 龚暖暖 龚暖 继续勾引他 撕掉人皮面具 那还是算了 为什么是算了 为什么 就是不肯呢 龚暖暖 不是很明白 上了车 阿和这一次开车很慢 而且不是直接回家 打算绕远路去兜风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 阿暖 你上次接任务 是什么时候 嗯 就是前几天呀 去巴黎的时候 顺便完成了一个任务 你他妈去巴黎 不是度假的吗 度假顺便接杀人任务是吗 两久之后 阿和才继续问 怎么杀的 龚暖暖姿态 性感地剥了剥头发 哼 美人计呀 瞬间 车子猛地转了个弯 好在阿和及时发现 赶紧往回转了回去 他咬牙 我怎么听阿全说 你习惯性投毒 什么时候需要美人计了 啊 对啊 先美人计 再投毒啊 龚暖暖满脸的无辜 你 应该没被吃豆腐吧 如果有的话 他需要考虑一下 去鞭尸了 把那个尸体狠狠地抽几下 他都还没有吃过豆腐呢 啊 还好吧 龚暖暖不太想继续这个话题 不知为何 跟阿和说起这个 总有一种 是丈夫知晓老婆和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的感觉 特别的奇怪 阿和皱眉 我想知道具体过程 和我说一下吧 龚暖暖纠结 就这么想知道 嗯 等你成为我的目标 你就知道了 那知道之后 我应该就死了 阿和叹了口气 能在不死的情况下 知道是怎样的过程吗 能啊 龚暖暖笑着侧到他耳边 轻声说 要不 晚上我们试试 阿和的耳根子又一次红了 如果不是他此刻戴着人皮面具 他真的是没脸见人了 他发现自己对龚暖暖 当真是没有什么自知力了 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有感觉 还脸红了 真是没出息 阿和才这么一想 便说道 要怎么试 来我房间 我是顾锦年的演播者 橙子有毒 记得要订阅支持我们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零声俱访 精情之作 第七十八集 哼 可以 龚暖暖的视线 紧紧地盯着阿和的脸 他就不信自己 还摘不下他的面具了 今晚一定要找个时间 撕下来 看看他究竟长什么样子 阿和还不知道 今晚将有一场恶战 继续慢悠悠地开着车 将这里人绕了几圈 才回到家里去 下了车 才进家门脱了鞋子 功能暖边一板拉过了他 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微微抬头 稳住了他 这一刻 阿和大脑死机了 这 这 这就是他执行任务的方法吗 几秒之后反应过来 阿和有些愤怒 他出任务的次数那么多 难不成一用美人计就是这样啊 那不是豆腐都被别的男人吃光了 这样一想 阿和就特别的不爽 当下 一只手将门用力关上 随后搂住他的腰 化被动为主动 深深地吻着他 阿和搂着他 从门口吻到了自己的房间 放在门口的袋子 他此刻也不想去管了 他只知道 宫暖暖点起来的火 现在是时候灭了 正当他有所动作时 宫暖暖柔软的指腹 已经摸在了他的脸和脖子的边缘 只一刻 就迅速地捏住了他脸上那层薄薄的人皮面具 正打算一把撕下来时 回过神来的阿和 已经按住了他的手 喘着气说 你要干嘛 撕你的面具啊 宫暖暖被他压在床上 却丝毫不害怕 眼底一片清明 似乎刚才的吻 只是为了撕下他的面具而吻的 反观阿和 喘着粗气 耳根子都有些红 眼底满是欲望 阿和盯着他 许久之后 你之前执行任务 都是这样使用美人计的吗 他发现 功暖暖的吻技不错 至少比他要好上许多 身为GK的高层 各方面的知识都是有所牵涉的 虽说阿和的职业 不是这方面的 平时也没有可能上演美男技 但是该学习的理论课程 必须学 可以说 GK内部核心人物 关于男女之事 实战先不说 理论课程绝对丰富 阿和一时之间也不能猜透 龚暖暖的吻技 究竟是理论课程教出来的 还是他自己找人实战过 龚暖暖捧住他的脸 凑近自己的 这么想知道啊 你得有多喜欢我呀 我要是说 我亲过的男人不下一百个呢 不信 你没厉害到那种程度 他就比自己厉害了 那么一丢丢而已 前面的问题 阿和不太想回答 什么 我不厉害 龚暖挑眉 用力地翻身 便换了两人的位置 狠狠地按住他 我可告诉你 我可是号称能将理论课程 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展秀 我会不厉害 你也是初吻 如果他不是初吻 那为什么 说是将理论课程 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底部 他肯定是没有实战经验 才能只说是理论课程啊 阿和为这个得知感到心奔 他是自己第一个吻他的男人 龚暖暖一愣 之后满脸尴尬 视线转向一边 有些心虚 我都二十一岁了 男朋友都交了八个了 实行美人际任务 不下一百次 怎么可能是初吻呢 虽然他这么说 但是阿和感觉 自己知晓了一个 很不得了的秘密 龚暖暖这肯定是初吻 没错 看着阿和那傻笑的模样 龚暖暖气愤 你他妈这么开心做事 都说了 姑娘那不是初吻了 即使龚暖暖在不断地解释 阿和此刻也已经认定了 他就是在掩饰 这绝对是初吻没错 他记得很清楚 阿全说过 他们组织里专门出单身狗 为此他特地了解过 没有人谈过恋爱 他故意在这个时候 说交了八个男朋友 肯定是心虚了 对对对 就是心虚 阿和笑着揉揉他的头发 以后记得 任务的时候 不要老使用美人际 你是女孩子 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哼 女的不使用美人际 难不成男的使用 龚暖暖挑眉 这他妈口味也太重了吧 阿和尴尬 男的那叫美男计 被龚暖暖盯着 阿和表示很有压力 尤其是他接下来说 哎 你的耳朵很红呀 这之后 就更有压力了 你调戏人是不是 你这样 是嫁不出去的 龚暖暖将脸凑了过来 哎 以前我都没有发现啊 现在才知道 你竟然这么容易脸红啊 你快去洗澡睡觉吧 时间也不早了 才八点啊 哪里不早了 龚暖暖挑眉 他一直以来 都是十点的时候 才开始准备的 十一点入睡 硬生生的 要他修改生物中作神 表示不服 阿和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你先回房间去 可以吗 哼 不可以 为什么要我回去 龚暖暖拿出自己的手机 硬是抢了他的充电器 将手机放在床头充电 充满电之前 我就在这里了 龚暖暖继续躺在 阿和的床上 笑着看着他 对于龚暖暖如此无赖 竟然不肯走 阿和也只能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的手机 不是早上才充了电吗 你下午和晚上 都没怎么玩手机 应该不需要充电吧 龚暖暖撇撇嘴 哼 谁说的 就是要充电 就算我的手机 现在还有的试点 我也要充电 哼 就是这么任性 就是要留在这里 哼 阿和真心想要催促他 快点回去房间 可是龚暖暖就是不肯 我是三千小满 也是剧中的司徒宇诺 我在冉埃成婚等你 别忘了订阅评论 点赞鼓励我嘛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填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俱访 精情之作 第七十九集 看着他躺在自己床上 阿和也是无奈了 以前他在自己房间内充电 他就不躺在床上 一张大床 就给龚暖暖霸站着 免得自己把持不住 可是今日 他就躺在身边 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 他不想下去了 可是离得这么近 他发现自己 更想去靠近他了 龚暖暖笑着 凑到他耳边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 小猪男 是不是对姐姐很感兴趣呀 阿和的嘴角 狠狠地一抽 用力地在他屁股上面拍了一下 我比你大五岁 我都二十六了 你才二十一 真好意思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 龚暖暖一点也不在意 他打自己的屁股 哎 你打完了 手还放在我屁股上做什么 这么喜欢摸 占我便宜啊 阿和收回了手 心中有些不满 借你的屁股放下手都不行 龚暖暖修成的腿 放在了阿和的腿上 往下挪了挪位置 用自己的脚 去蹭阿和的脚 还特意地绕过去 蹭他的脚心 阿和只感觉很痒 想要收回自己的脚 可是他就是凑过来 顿时 阿和有一种 自己被调戏了的感觉 这家伙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啊 你这是在勾引我吗 阿和皱了皱眉头 如果是的话 他要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当柳下慧了 这是勾引 我觉得不是啊 龚暖暖满脸的无辜 明明就是调戏嘛 阿和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乖乖地躺着 充满电就回你的房间去 我打算呢 充满电之后 在你房间的浴室洗个澡 之前洗澡 都是趁着阿和出去买饭的时候 来了个战斗澡 他回来时 自己已经洗完了 你可以趁着现在充电的时候 去洗个澡 哼 不行 我洗澡之前 要坐在马桶上 玩一会儿手机 那你之前是如何 在我出去买饭的十分钟内洗完的 阿和就这么看着他 和他进行了深情对视 一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他拿过龚暖暖的手机一看 充电完成 你可以去洗澡了 龚暖暖摸摸阿和的脸 哼 要一起不 一起的话 你是不是要撕我脸上的面具 阿和一下子就想到他的目的所在 是 某位大长腿毫无掩饰 笑着回答 那不一起 阿和很淡定的 拿下了龚暖暖的手 龚暖暖冷哼一声 下了床 走到门口 将新买的睡衣拿出来 再戴上自己替换的那衣裤 随后便进入到浴室之中 阿和挪了位置 躺在龚暖暖刚才躺过的地方 看着天花板 开始思索 他究竟是喜欢自己 还是只是好奇自己的长相 所以这样靠近自己 阿和觉得 龚暖暖心里的想法 他根本就看不透 果然 女人心 还抵真啊 他叹了口气 视线在不知不觉中 朝着浴室门那边移动 这样的生活 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三天之后的早晨 夏雅诺早早地起来洗漱 换了一身浅灰色的休闲妆 昨天晚上某位黑帮大佬说 今天带着他 去自己组织里面溜达溜达 说是得知了莫双双 和他提议地学习一些基本功夫 感觉这个想法很不错 今天就要出发了 顾紫琛昨晚 打电话给阿和 他这个司机再不过来上班 奖金是永远不想要了 某位司机先生 今日一早便开了车过来上班 宫暖暖就留在家里睡觉 也没有来这里 坐车来到了GK总部楼下 看着面前 这明显就是正规公司的模样 夏雅诺懵了 不是说去黑帮大佬的组织吗 不是黑帮组织 这不是应该在郊区 或者是隐秘的地下室吗 怎么来这样的大公司门口啊 夏小猪还在懵逼状态 就被自家老公拉着进去 这一进去 一楼员工们的第一层目光洗礼就出现了 顾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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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的问候 让夏雅诺心底的疑问越发得多了 今日顾紫琛已经接手了顾氏 可是 这公司不是顾氏吧 那为什么这里的人看到了他 都这么礼貌地打招呼 还叫他顾总 夏雅诺真的是不明 所以 只能被顾紫琛拉着进入到电梯 怎么感觉 这电梯都比其他公司大了不少 他看向顾紫琛 你确定这是你的组织 他想象中的顾紫琛的组织 那应该是黑不溜秋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一股子血腥气息的地方 毕竟黑帮大佬嘛 他的手下肯定有各种各样 沙马特五颜六色的发型 还有纹身之类的 一看就知道 是那种很强壮的混黑社会的人 可是为什么刚才看见的 都是正常的公司员工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顾紫琛点点头 嗯 对 我确定 夏小珠满脸的纠结 还是不能反应过来 电梯停下 顾紫琛拉着他 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 走 夏阿诺本来没有打算做的 毕竟 在车子上面坐了久了 他更想站着走一会儿 可是听见了顾紫琛的这个字 他就乖乖地坐在 旁边的真皮沙发上 沙发的纹路很好 他双手放在臀部两边 我要一直坐在这里吗 顾紫琛在办公桌前坐下 你的教练现在还有些事情 等一下才有空教你 嗯 好 夏小珠乖乖地坐着 心想 他的教练究竟会长什么模样 本来想充当乖宝宝 不要动的夏小珠 在坐了半个小时之后 根本忍不住 直接就拿出了手机 大家好 我是默柯的扮演者 三十五话 别忘了订阅 评论 点赞 鼓励我们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俱访 倾情之作 第八十集 感觉今天回家要累成狗 我要特训了 嫂子 你那不叫特训 你肯定可以轻松搞定的 听说 嫂子的老师很帅 真的吗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啊 对天发誓 猪雀读书帅 肯定是特别的帅 夏小猪同学 瞬间就对今后的训练 充满了期待 顾子琛将今天的工作 全部堆积起来 在一个早上全部解决 然后便起身 走 啊 去哪儿 玩游戏正开心的 夏小猪抬起头 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顾子琛则是挑眉看向他 你不饿 我 我饿 我饿 夏小猪赶紧关了门 就跟上去 玩游戏的时候 太兴奋 完全没有感觉 自己已经饿了 可是现在 顾子琛一说起 他就觉得自己肚子都要叫了 这一层楼人比较少 但是走到楼下的餐厅 夏小猪接到了第二批目光洗礼 啊 都这么看着我做事啊 我又不是怪物 去一号桌等我 夏小猪赶紧去找了一号桌坐下 看着周围 都是盯着他看的人 看穿着 有几个是一楼柜台前的人 哎 那一位 就是今早顾总带来的人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顾总的女朋友啊 还是说是什么 其他的身份 见不得光的那种 从来没见顾总带女人来过啊 不是吧 不像是那种人啊 怎么不像 你看他长得妖里妖气的 夏小猪无语 我长得妖里妖气吗 不化妆的时候 长得也不算是妖里妖气吧 纠结的夏小猪等着坐了一会儿 突然之间 周围的意润身都停了下来 不明所以的夏小猪有些疑惑 随后看看周围 就见到一边 顾紫琛正端着两个托盘过来 哎呀 黑帮大佬亲自端饭 他以为他就去点个菜 让人端过来而已 顾紫琛将两个托盘放在桌上 五菜一汤 四碗米饭 嗯 正好他两碗 自己也两碗 谢谢 夏小猪到了戏 尽量不去看周围那一大片的惊悚眼神 默默地低头吃饭 他是不是要在黑帮大佬的组织里面出名了 毕竟让黑帮大佬亲自端饭过来 而他就在这里坐等 天啊 估计自己马上就要从妖里妖气 变成妖艳见惑了 从小就被很多爱议论别人的女生嫉妒的夏小猪同学 默默地在心中流下了一把心酸泪 顾紫琛端来的三荤两素 味道都很不错 夏诺最喜欢的就是荤菜 肉炖得很嫩 七分瘦肉三分肥肉 一块肉咬进嘴里正好 顾紫琛看着夏小猪不断地吃肉 心想着自家小娇妻抱起来手感挺不错的 再吃胖一点 手感肯定更好 嗯 以后再加一道荤菜 此刻完全不知道某位黑帮大佬已经想歪了的夏小猪 默默地吃完了两碗饭之后 拿过一边的餐巾纸擦了擦自己的嘴巴 哎 下午教我的老师有空吗 顾紫琛眼底划过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哼 哟 他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可以教你 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是你的 晚上的时间也给你 这都不是问题 夏诺赶紧点点头 下午要好好努力了 他是个体育渣渣 真怕被老师给嫌弃死 不过 老师是一个帅哥 就算被嫌弃死了也没有关系 刚吃完午饭 肯定是不可以聚联运动的 顾紫琛便先带着夏阿诺走遍了最上面的几层楼 夏阿诺发现 上面的楼层人数很少 那五层几乎是没有什么人的 他看着顾紫琛那帅气的侧脸 在这安静的走廊上 不知为何 夏小猪就脸红了 只有他们两个人 之前在房间内 还同睡一张床呢 可是夏阿诺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顾紫琛走着走着 发现夏阿诺走得慢了不少 微微侧过头 便看见他红润的脸蛋 似乎有一点红润过头了 夏阿诺感觉到顾紫琛侧过头来看着自己 更是将头给低下 求没有看见 为什么 他最近这么容易脸红 是不是因为前几天某个黑帮大佬抱着他 一直舔他的缘故 天啊 越想感觉脸越烫 夏小猪快别想了 夏阿诺越是在心中叫自己不要想 脑子里就越是容易出现那些画面 身边的某个黑帮大佬就是个色鬼 一直舔他 而且还是灯光明亮的时候舔 夏阿诺越想 越是觉得不好意思 突然之间 一只大手拉过了他 将他的身体往旁边一转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后背已经贴在了墙壁上 一只手挡在他耳朵边 前面 是某位黑帮大佬放大了的英俊脸庞 他的呼吸喷洒在夏小猪的脸上 那专注地盯着他的眼神 让夏小猪有些不敢直视他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看他 这眼神怎么感觉 他想要分分钟吃掉自己 还好他现在 依然在大姨妈护体期间 顾紫琛见他根本不敢看自己 凑近了一些 看着我 看看看 别怂啊 看着他 夏阿诺微微抬起头 脸蛋更红了 你靠这么近做什么 顾紫琛不紧不慢地说 刚才 在想什么呢 这声音 依成而又性感 夏阿诺吞吞口水 心想着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刚才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然 又没脸见人了都 没 没什么 我是剧中林宝宝的演播者 一朵子雪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俱访 精情之作 第八十一集 可是你的脸很红 太热了 夏天吗 今天最高温度都三十四了 夏小猪的身影 慢慢地低了下去 一副非常心虚的模样 就差没在脸上写上四个大字 我在说谎 骗我 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吗 顾紫琛嘴角 在不知不觉扬起 弧度很小 夏小猪根本就看不到 她的小娇妻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难道她不知道 她刚才那脸红害羞的模样 根本就不像是热的脸红 更何况 极开没那么穷 空调的温度正好 她现在真的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事情 才能让她脸红到那样的程度 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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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完之后 夏小猪真的想大骂自己 笨蛋 这不是承认了 她在骗她吗 顾紫琛直接低头 稳住她 用行动告诉她 究竟是什么样的惩罚 老婆脸红的样子太可爱 他们新婚 她把持不住很正常的 而且 小娇妻不好意思的时候 那软软的声音 简直就是在她心上 狠狠地撩了一把 某位黑帮大佬 给自己吃豆腐 找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借口 嗯 不是她色 真的是老婆太诱人 况且 她境遇了二十九年了 把持不住可以理解的 夏小诺被她吻得脸越发的红 她看着顾紫琛 微微喘着气 我 该去升课了 我要去哪里学基本功啊 过来 顾紫琛拉着她 快步走着 夏小诺以为自己要去学习基本功 就可以暂时和顾紫琛分开 也就不需要这么尴尬地对着她了 然而事实告诉她 她的想法太过天真 顾紫琛直接带着她进入到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大 夏小诺这一看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估计都有一百平方米了 嗯 这是专门训练的房间吗 夏小诺看着旁边挂着的几个纱包 还有木桩 以及几个靶子 便猜到了 顾紫琛点点头 嗯 你这几天不方便 我们 就先开始学习一下枪法 我 我们 夏小诺满脸懵逼 转过脑袋看向她 指着自己问 我们 我 我们两个 嗯 我们 就我们两个 她就是自己的教练啊 昨天晚上莫双双明明说了 会给她请一个有耐心一些 要求不怎么高的教练 黑帮大佬真的符合这两个要求吗 夏小诺真的担心 她会不会将自己当成她的手下来训练 如果是的话 她得哭死 顾紫琛对于机械这一方面的知识了解很深 她在密码柜中输入密码 然后拿出里面的一本书 先是给夏阿诺讲解了几种枪支的类型 因为考虑到夏阿诺 只不过是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所以 重点在于讲解手枪构造 至于其他的冲锋枪和狙击枪之类的 那就基本没有说 只不过 顾紫琛特别强调 狙击枪瞄准时的红点 对于新手持枪 开枪之后会有一定的冲击 会震射手臂 所以 顾紫琛给夏阿诺特别介绍 据说 是他们组织研发的小版手枪 纸上写着手枪的尺寸 长不过十一公分 重量不到两斤 这种手枪 是专门为新手准备 一般情况下 是新手练习的时候使用 冲击力比较小 携带方便 夏阿诺想了想 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过安检了 这样会被当作恐怖分子抓起来的吧 私人飞机 好吧 土豪的世界我不懂 基本知识讲解完毕 顾紫琛拿出两把新型手枪 一把递给了夏阿诺 一把拿在自己手上 最先开始是子弹上膛 然后开枪 这是简单的 随后就是面对标靶 静态标靶 就站立在原地 顾紫琛说 今后他习惯了静态标靶 还有动态标靶 夏小珠好纠结 这就是莫双双说的 要求不那么高的教练吗 他感觉自己可以打到靶子 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顾紫琛的要求 却是瞄准红星 夏阿诺距离标靶只有五米 他需要从短 闻我 差点以为自己窒息要挂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铃声巨坊 倾情之作 第八十二集 一枪没有打中红星 吻三分钟 刚才的只是惩罚而已 这么近的距离都打不中 你这样 训练的效果会很差的 你知道吗 夏小珠真心是无奈了 默默地纠结 他会不会永远都是 这样的渣渣水平啊 顾子琛站在他身后 缓住他的腰 抬起枪 我近距离教你 夏小珠的脸更红了 你 你确定你这是教我蛇鸡 不是趁机吃豆腐吗 你这教学效率也太低了吧 老师 老师大人才不管 教学效率如何 只要能吃到自家小娇鸡的豆腐 才是最重要的 夏小珠只觉得 自己的小心脏跳动的速度很快 声音还很响 他尴尬 这样的教学 会不会出现意外的教学事故啊 不对不对 暂时还不会 他现在还是在姨妈护体期间的 能出什么教学事故 夏小珠同学的手在颤抖着 根本就稳定不下来 尽管一直提醒自己 现在她是在大姨妈时间 可是心里就是忍不住害怕 毕竟 老师大人太邪恶 某位黑帮大佬低下头 薄唇贴近他敏感的耳朵 怎么 手软 夏珠的身体整个都颤抖了一下 耳根子都红了 为什么要靠近我的耳朵说话 这是某位黑帮大佬前几天晚上 将他的小娇妻从头舔到尾的时候 发现的 他的耳朵特别敏感 为了今日的撩妻计划 天知道早上处理完一天的事情 他还特地打开了自己 昨天准备好的计划复习了一遍 确保自己可以都记住 万无一失 这才关上了自己的word文档 今天既然是要好好地调戏自家的小娇妻 那就一次性调戏个够吧 他伸出手 从他的搁趾窝 顺着手臂 握住了夏小猪的手 夏小猪的后背 紧密地贴着他的前身 夏阿诺可以感觉到顾子琛的心跳 还有他身上的温度 什么射击的心思 这一刻都没了 这还是在上课吗 我 我怎么觉得 我的老师在勾引我 夏小猪很纠结 究竟是他想太多了 还是真的就是如此 他胡乱之间 被顾子琛带着开了几枪 全部命中红星 这就是差距 接下来自己努力 一次打不中 三分钟 可 可是 夏雅诺都快哭了 一次打不中就要背清三分钟 今天的时间 都要浪费在轻轻中 哪里是来训练的 可是什么 某位老师满脸严肃地看着他 没什么 夏雅诺继续练习 一发 两发 三发 他不断地调整着位置 一直到第十一强 才命中红星 顾子琛眼角的笑意 根本就掩饰不住 眼底满是期待 三十分钟 夏雅诺先是懵逼几秒 随后反应过来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三 三十分钟 老大 会断气的 你确定你能吻三十分钟 老大 你真是禽兽啊 龚暖暖盯着屏幕 夸奖了一句 嗯 这绝对是夸奖没错 你说这样 老大能吃到夏小猪吗 能的 必要时刻 我会研究最新药品 龚暖暖喝了口茶 笑得满脸唇凉 莫双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嗯 阿和 阿和怎么还没来 我都说了你在这里了 哼 哎呀 他可能不好意思看见我呢 龚暖暖笑着 你做了什么 莫双双双好奇地问 绝对是这货 做了很不纯洁的事情 所以阿和才不敢来的 龚暖暖黑黑一笑 不告诉你 莫双双纠结 这样 他就更想知道了 夏阿诺早上出门的时候 特地擦了莫双双送给他的口红 选择粉嫩的颜色 擦了口红 干了之后再补上唇蜜 等唇蜜也干了 颜色就不容易掉了 或许 是他新擦的口红颜色 实在是太诱人了 某位黑帮大佬爱不试嘴 抱着他断断续续 凑足了三十分钟 还意犹未尽地舔了一下 草莓味道 哎呀 这味道真是不错 他的小娇妻 不止喜欢吃草莓蛋糕 连擦嘴唇上的东西 都是草莓味道的 这样吻着很好 夏雅诺的脸都要红透了 好色情啊 他赶紧推开顾紫辰 为什么舔我 哼 想舔就舔了 顾紫辰觉得 他舔自己的老婆 是不需要理由的 反正也不是没有舔过 夏小猪感觉自己 没脸见人了 还好没人看见 他一抬头 看向旁边 却又那么凑巧 就看见了监控 那 那是什么 他指着上面那个小摄像头 监控 某黑帮大佬很淡定地 回答他两个字 这不是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吗 没想到夏小猪这么笨啊 监 监控 这么说的话 刚才的事情 全都给录下来了 有人看着吗 这个房间发生的事情 夏小诺看向他 心中默默地祈祷 答案是没有 嗯 有的 某黑帮大佬很淡定地回答 夏小猪真的快要哭了 为何要这样对他 他本来还想没有人看见也就算了 可是 连和黑帮大佬轻轻都被人这样看着 老公 夏小猪忧愿地看着他 语调都变了 顾紫辰听着 感觉 很嗲 感觉是在和自己撒娇 嗯 这个声音不错 他很喜欢 希望小娇妻继续保持 我是骆鱼言 鬼秀的演播者 一七十七 记得订阅评论 鼓励我们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凌少侠领衔 凌声俱访 惊情之作 第八十三集 怎么了 能不能把那个监控给拆了 这样我都不能专心了 拆了以后还要重新装上 顾紫辰微微皱眉 明显是不太像这样 虽然他也觉得这太不方便 可是 他目前并不打算在这里吃豆腐太过活 不只是小娇妻如今姨妈护体 更是因为 他不想这么草率地要了它 所以监控装置也好 提醒他不要太过火 要是监控没了 他真怕自己会忍不住 直接就将它给扑倒了 嗯 还是别拆了 这也是为了他好 夏亚诺好忧伤 他不敢在这里开枪了 免得某个黑帮大佬抱着他做什么 还是在别人的目光之下 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以后 我们回家请 知晓他在顾忌什么 顾紫辰搂着他 在他耳边轻声说 夏亚诺的脸一红 其实他更希望是不轻 一直到晚饭的时间点 夏小猪已经欠下了 三个多小时的亲吻巨款 他在心中默默地纠结这笔巨款 他究竟要怎么还 真的轻三个小时 估计晚上也不用睡觉了 在极开的餐厅吃饭 这次 夏亚诺真的是不好意思 让顾紫辰给自己端饭了 硬是要和他一起 两人面对面坐着 周围时不时的有人朝这边看过来 大家都在猜测 夏亚诺究竟是什么身份 现在 公司内已经有一个传闻 那就是 他是顾紫辰的情人 前段时间顾家的晚宴 不是谁都有资格参加的 而新闻记者 也没有拍到顾紫辰的脸 只是登报新闻 顾氏集团的总裁已经换了人 并且有了自己的妻子 就连当初情相连给夏希诺看的 有顾紫辰照片的杂志 都是绝版货 GK内很少有人知晓 他们口中的顾总 就是A氏顾氏的顾紫辰 更不会知晓 夏亚诺的身份 顾紫辰和夏亚诺 也没有去管周围的人 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们吃完了饭 直接叫上了阿和 便开车回去了城堡 下了车 一走进门 还是大厅 顾紫辰就抱着夏亚诺亲吻 旁边打扫的庸人 动大了双眼 赶紧往旁边挪动 给让了位置 天哪路 白天被监控室的人看着 晚上当着别人的面 黑帮大佬 这是考验他的脸皮厚度是不是啊 夏小柱真的是整张脸都在烧红 他想推开顾紫辰 可是他却抱得很紧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敬遇了二十九年的男人 那是很饥渴的 停好车 打开门进来 正想将自家老大明天要处理的事情 送来的阿和 看到这一幕 深深受到了刺激 老大和嫂子接吻 都是这么刺激的吗 老大直接把嫂子压在沙发上去拉 这个姿势 感觉可不错啊 今晚回去和阿暖试试看 阿和一想到这个 脸都红了 默默地将门键放在了旁边的小沙发上 对旁边的庸人石眼色 还不赶紧走 要扣工资吧 大厅内清晨之后 顾紫晨依旧吻着他 吻了很久 他才松开嘴 声音沙哑 你的月事 要持续几天 他觉得自己真的快忍不住了 能抱着他 能吻着他 却不能要他 明明是自己的妻子 为何他要忍耐至此 对了 他原本是打算 等他的小娇妻喜欢上他 再要了他的 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 哎呀 简直是作死 不过 现在他是喜欢自己的 自己知道 夏娜诺红着脸 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 应该还有两三天吧 嗯 那再忍个几天就好了 顾紫晨这样一想 下了沙发 随后直接就拿了 一边阿和放下来的文件 塞入他怀中 让他拿着 而自己 则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上楼 啊 不会吧 不会是要回房间 继续静静吧 真的要足足庆够 三个小时吗 啊 明天嘴巴一定会肿了的 顾紫晨看着夏娅 夏娅诺声音沙哑地说 我工作 你陪着我 还好还好 他需要工作 夏小竹很天真 他将某位黑帮大佬 想得太纯洁了 房间内 坐在柔软的椅子上 顾紫晨一手拿着文件看着 一手搂着夏娅诺 夏娅诺坐在他腿上 满脸懵逼 事情的发展 为何是这样的 这不科学啊 黑帮大佬你确定 你这样子 可以认真工作吗 夏娅诺表示自己很怀疑 顾紫晨轻声说 靠在我身上 乖 夏小竹乖乖地往后靠 看着天花板 生无可恋的脸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发展呢 顾紫晨看完了一份文件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打开电脑 帮我登陆QQ 夏娅诺距离桌子比较近 便打开了QQ登陆 随后便听顾紫晨说 群里叫下安逍遥 说让他早一些回来 我们俩要去度蜜月 夏小竹脸一红 之后打开群 想发一个表情 一点击 黑帮大佬的QQ 怎么都是系统表情啊 夏小竹启动了嫌弃模式 等等 我顺便登陆一下我的 把他可爱的表情 分一些给黑帮老大 不要太感谢他 嗯 顾紫晨应了一声 靠在椅背上 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 夏小竹登陆了自己的QQ 他的表情包都已经漫游了 换电脑登陆依旧存在 直接将自己的表情包 全部都发给了顾紫晨的账号 然后一个一个地添加表情包 我是龚暖暖的演播者 一清新会 相信你一定会订阅评论 点赞 鼓励我们的 对吗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填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铃声巨访 倾情之作 第八十四集 全部添加完毕之后 夏洋诺才进去群里 开始打字 所有人看到的 都是称老大说的话 先是一个 无脸羞涩顿走的表情 我和我老婆要去都命院了 你能早点回来接班吗 去那地消遥 爱她消遥老大 这消息一发送之后 群里炸了 我 我受到了惊吓 金男爷 你贵妇神 陈老大你抽了 你竟然用 拉 还 还问逍遥老大 能早点回来吗 你不应该直接叫她早点回来 这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关注的重点 是前面那个表情包 陈老大也会发这种的 被盗号了吗 阿陈 上 查IP 谁敢盗老大的号 把她的电脑虐称渣 快说实话 上面那个 是不是有嫂子发的 这绝对不是 陈老大的风格 我去 吓得我差点都憋灭了的 又是陈老大 又是一个羞涩的表情 被你们发现了 我是夏小猪 她不方便打字 为啥不方便打字呀 是不是在你身上 做服务城太累 手臂酸了呀 赶紧让陈老大 重新训练几个月 太弱了 不行啊 嫂子 你以后 也得练习一下身蹲啊 夏小猪脸红 我去 怎么就这么无呢 什么叫在我身上 做服务城太累呀 她从来没在我身上 做过服务城好吗 谢谢 还有啊 我一点也不想 练习身蹲啊 太邪恶了吧 她怎么回答 顾子琛闭着眼睛问 夏小猪想了想 她发了一个 我受到一万点 惊吓的表情 然后说 亲奈迪 你鬼附身了吧 啊 为什么会发这个表情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 叫亲奈迪 还说鬼附身 顾子琛闭开眼睛 拿过笔记本电脑一看 那一瞬间 嘴角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简直啦 真不应该让夏小猪帮她发呀 这么可爱的讲话方式 像是她会说出来的吗 今天群里的聊天记录 早点删除 老大 我今天身体不适 这记录我们明天再删除吧 二位八弟赶紧地截图起来 爱得全体成员 顾子琛嘴角狠狠地抽出了几下 还截图留几年了是吗 夏阿诺觉得 自己好像闯祸了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顾子琛 我下次会模仿你的语气说话 顾子琛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公 你说得早点删除聊天记录是什么 夏小猪有时候是很聪明的 她老早就发现 只要她一叫顾子琛老公 某位黑帮大佬就会心情比较好 心情好了 自然忘了今天的事情 不生气了 群里的聊天记录 每天阿全都会删除 直接侵入系统数据库删除 防止我们说的一些事情 没人发现 不然 他们也不放心 直接用QQ来吩咐任务 截图留纪念的那几个 那是直接保留图片到桌面去 所有组织内的人的电脑 全部经过阿全的系统改造 QQ连接她的电脑 每天 她一按清除记录 群内所有人的电脑聊天记录都会消失 而那些重要的信息留下的截图 则是因为电脑经过系统改造 就算是顶级的黑客 也不能入侵获得情报 早在夏阿诺的账号进入到这个群时 阿全就已经偷偷摸摸地在凌晨 给她的QQ连接了 而前段时间 顾紫琛给夏阿诺买的电脑 也是先拿去改了系统 才会给她的 难怪了 我前天想去聊天记录倒出表情包 只有当天的聊天记录 夏小珠纠结 她那个时候还在想 自己什么时候删除聊天记录了 为什么不记得 顾紫琛摸摸下牙弄的头巴 为何那么多人都喜欢用表情包聊天 表示不太懂 她觉得 系统自带的表情挺好的 朴实无华 通俗易懂 而且小巧可爱 不会霸占屏幕太多的位置 夏小珠看向电脑 按逍遥已经回复了具体的回来时间了 好了 你先去一边坐着 我处理一些事情 夏阿诺低头 你 是不是生气了 不是 乖 去床上躺着 这话听着好污啊 夏阿诺到床上去躺着 躺了一会儿 觉得无聊 便站起身 我去做宵夜 不愧是夏小珠 晚饭吃了两碗 现在才八点 就饿了 没吃成肥猪也是一个奇迹 夏阿诺兴奋地下楼 看冰箱里有面条在 便煮了面 想了一想 还是多煮了一些 顾子晨晚上工作 肯定也是会饿的 面条是不是太妨碍他工作了 下次 叫庸人去超市买一些包子 以后晚上蒸了吃 他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文件 夏阿诺觉得 自己当真是贤惠 煮了两碗面条 用托盘托着端上楼去 我煮了两碗面条 你吃吗 注意你的言辞啊 你要是说不吃的话 我就硬给你问下去 吃 老婆做的 我就吃 夏阿诺将面给他端了过去 然后坐在他对面吃着 顾子晨不只是吃了面 还把汤给喝完了 他心想着 自己也要重新开始锻炼了 否则 跟着夏小猪一起吃宵夜 会胖死的 他打算靠着自己的脸和身材 去勾引小娇妻 不能碰了 夏阿诺将碗端下去 马上就有佣人过来帮忙洗碗 他上楼去 躺在床上 看着他工作的侧脸 脸蛋微红 长得真帅 人间极品啊 这样的男人是我老公爱 想想都觉得开心 九点 你先去洗澡 夏阿诺立刻起身 拿了自己换洗衣服和姨妈精进到浴室里 我是一师情的演播者 一眼紫墨 要多多订阅评论 给我们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萧如若原著 都市搞笑甜宠多人剧 娇妻相惜人 林少侠领衔 林生俱访 精情之作 第八十五集 来大姨妈了 洗澡好操心 大热天的 她也要用热水洗 洗完之后 脸上都给蒸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水 夏阿诺洗得香香的 换上了睡衣之后便走出浴室 沐浴之后 淡淡的镇定香的气味 越发浓郁了 顾子琛闻着很舒心 心思都不在工作上 她现在就想抱着 她的小娇妻睡觉 顾子琛心中 这个想法一出 直接就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进入到浴室里 躺在床上的夏阿诺 拿着手机玩着 突然之间 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宫暖暖发来的 嫂子 你在不 在的 阿语的美男初遇徒 签名版到了 在我这边 因为害怕游击到老大家 直接被老大给毁了 就给我了 下次带给你哈 夏小猪开始饭花吃 嗯嗯 好的 耶 明天有研磨的美男初遇徒 还是签名版本 想想就觉得好兴奋呢 与此同时 阿和斜眼看着旁边 那几张美男初遇徒 为什么有三张 不是说 嫂子一张 嫂子的是有一张 嗯 还有一张是我的 我这个传递的人 肯定也是要一张的呀 阿和心想 这种傻逼漏上半身的海豹 扔了算了 放家里占位置 真讨厌 沐浴完毕之后的黑帮大佬 下身裹着浴巾便出来了 夏小猪看着 小心脏跳动的速度 又一次加快 待顾子琛转过身去换衣服 他这才说道 明天我可以拿到我的海豹了 我可以贴在房间里吗 他的视线 偷偷摸摸地看顾子琛后背 每天晚上看见黑帮大佬 背对着自己换衣服 也是一种福利 这个总裁夫人的职位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什么海豹 顾子琛疑惑 沐的签名版美男出于图啊 夏小猪非常的兴奋 等过几天找个时间去看实情 把包包和海豹都给他 顾子琛的嘴角 狠狠地一抽 面色直接就给阴沉下来 颜末的签名版本美男出于图 美男出于图 签名不要等住胸肌 某位黑帮大佬 直接就喝了一大桶的醋 他面上表情高冷 心里却在想着今晚应该如何 给自家小娇起一个教训 当着他的面 竟然这么兴奋地说 别的男人的美男出于图 海豹有什么好看的 他这个真人美女 美男出于图还不够吗 他才是他的老公啊 某位黑帮大佬换好了睡衣 随后直接朝着夏小猪 狠狠地扑了过去 夏小猪直接被他吓了一跳 他按住夏小猪 狠狠地吻着 这个吻有些粗鲁 似乎是在啃咬他的嘴唇 夏恶有些不理解 黑帮大佬这究竟是怎么了 只能这样被他一直地给吻着 吻了许久 顾子称松开他的嘴唇 两张海报 都送给你石油 这整个城堡内 不允许你私藏别的男人的东西 尤其还是美男出于图这种东西 要看 看他就够了 要沿没那张海报做什么 辣眼睛 夏小猪被吓到了 委屈地看着他 声音焦嘀嘀的 可是 可是我想要 我给你 顾子称的声音 煞到夏儿诺都有些害怕了 又一次被他的文堵住嘴 夏小猪心里苦 刚才那句话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想要 是想要研磨的美男出于图海报啊 为什么要那么呜呜啊 明明是很纯洁的事情啊 顾子称稳地用力 用力到夏诺很慌 他的手在夏诺身上游走 他害怕他真的会做什么 我 我大姨妈还没走呢 还有最后的 一啾啾 不会是要浴血奋战吧 很伤身的 回邦大佬 顾子称一把拉过被子 盖在两人身上 他今晚不能要了夏雅诺 也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明天开始 要将某位影帝大人 拉入夏小猪的黑名单当中 绝对不能让他们俩有过多的接触 史上第一大情敌 不行 他要去把那家伙的奖金都给扣了 某位此刻正在巴黎的星秀同学 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 他揉揉鼻子 肯定又是我的老婆粉丝们想我了 长得帅 就是这点不好 老打喷嚏 夏小猪发誓 他以后再也不敢招惹某位黑帮大佬了 十二点 被黑帮大佬拖得只剩下一条内裤 还被吃了N多豆腐的夏小猪 晕乎乎地睡了过去 黑帮大佬会吃人 第二天早上 夏小猪睡到八点多才醒来 这才开始洗漱 然后下楼吃早餐 他下楼的时候 顾子晨竟然还坐在餐桌前 你 你不用去上班吗 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他现在还有些害怕 不想去黑帮大佬组织受训了 这该怎么办呢 他刚才还在想着 自己起床的时间太迟 顾子晨肯定已经去上班了 那今天 他就能不跟着去了 毕竟 他一点也不想 射击不到红星就被顾子晨一直吻 昨天射击的距离 比较近 是五米 而且他并不是自己瞄准 而是从第一枪开始 看自己的子弹打的地方距离红星是哪个位置 然后再移动一下 才能尽量打中 以后如果距离更远 还要改成动态的靶子 他肯定是要完蛋的 到时候 一整天都要在某个黑帮大佬的稳中度过 等你 求别等了 这么客气坐身了 夏雅诺腿软了 明明昨天射击的训练也不累 可是他就是害怕呀 刚才洗漱的时候看镜子 他的嘴巴都肿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吃了特辣火锅呢 哈喽哈喽 我是阴天兰的演播者 渣草人 欢迎多多订阅点评 支持我们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同样有意思 记得订阅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cruiting 感谢观看